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北面有个高楼 我们中国的地势也是西部比东部要高 所以人的习惯都是西部比东部要高 西北有高楼上于佛运起 与佛运起 告诉大家古代的楼根本没那么高 这是做走心目当中 这个楼特别高 古代的楼到底有几层高 三层就算不错了 沈岳他到了京华 当时叫东阳 做东阳做太守 就是我们今天的京华 他造了一个玄昌楼 系列叫巴用楼 我估计也有京华的同学都上去过 这个楼当时的江南也非常有名 这个楼也只有三层 今天我们看起来 今天这个楼大概是清朝造的 清朝造的 不是太高看起来 当然修整过 还有湖北那个王后楼 大家知道 是不是啊 王后楼很有名 王后楼在长江边上 这个楼很有名 今天我们看到的王后楼 实际上根本不是古代的王后楼 地点也不在古代的地点 楼也跟古代不一样 因为当时造楼的时候 大家有个探讨意见 要不要造的跟原来一样 后来有些人说不行 原来的地址就是江边很低的 一定要移的高一点 并且我们今天的楼 绝对不能造的跟古代的楼一样高 古代王后楼 说不定只有三层 或者几层四层 对不对啊 不高的 现在你看 我们外面动不动就是十八层楼 动不动就是几楼 我年轻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中学里教授 到上海去第一件四层楼去看二十四层楼 那个是最高了 我们杭州你说 现在到处二十四层楼到处可以看到 是不是啊 当时文革以后 南京造了个楼好像五十层 我们敢去看也很好 后来不是五十名 后来我到台湾去 台湾的人带我去看101 但是非常高 世界第一高楼 第一高楼 要带我去看了 这个现在楼高了 所以造王后楼的时候 这个专家们有个论证 我觉得非常好 第一 第四要选高 无论火车开过了也好 无论长江轮过了也好 远远的就可以看见 这个就是王后楼 因为它名气非常大 第二 绝对不能用古代这样子造个几层 我们今天要做很高的楼 现在看起来这个设计是对的 大家去看看王后楼啊 这我们群楼当中都显得很雄伟 因为古代的王后楼 在武昌湖北这一代 它显得是雄伟的 今天你知道按原样来造 它是根本不显得雄伟的 是不是 整个楼群都高了 所以今天我们去看王后楼啊 基本上还是可以的 那个前年我去武汉大学 他们古代文学论文大毕 叫我去做大毕委员会主席 那些大毕的几个博士生 他说你要看什么林先生 我说看王后楼吧 再去看一次 以前去过 我们再去看一次 我去看看我的感觉 比几年以前看 比十几年以前看 我觉得还可以保持一种 王后楼比较雄伟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说这里诗歌里写的 西北有高楼上于佛云起 这个是文人的抒情 那个时候 两千多年以前 我估计这个楼造不了很高 上于佛云起 他看到这个楼高了 他就感觉到佛云一样起了 这个楼上怎么样 造的怎么样 大家看看 交速即起床 二沟三层建 三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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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大家知道 就是三层借梯 这个舌头的借梯一个一个上去 它有三层的借梯 这个楼的地势还是比较高的 从平地走上去 中间有三个阶梯上去 三个阶梯上去 上有悬构声音响一和碑 上面有人在弹琴唱歌 它的声音是多么的悲凉 听起来多么的悲凉 那么谁能为此却无奈棋梁棋 谁能够写出这样的曲子啊 谁能够唱出这样的曲子啊 那是棋梁的棋子 棋梁的棋子 棋梁是谁呢 棋梁是春秋时代棋国的大夫 他打边上一个国家的时候呢 打死掉了 他妻子痛哭了十几天以后也自杀了 齐国的一个大夫 就是一个军官 他去打仗的时候死掉了 他妻子哭了十几天 我丈夫怎么死掉了 丈夫是我的天啊 对不对啊 那么死掉了 死掉了 他十几天以后他也自杀了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 藏文 男人是天 女人是地 男人是天 女人是地 古代哪一个国家的书本里面也要出现了 第一篇就是男人是天 女人是地 景区里面有棋梁棋探 景超认为是棋梁妻子做 古金柱认为这个是棋梁的 妻子的妹妹朝日所做的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那么悲伤的曲调 是不是就是那个凄凉的 妻子做的曲调呢 那只有这种家里人 亲人死了之后 结果悲伤以后 才看得出来的悲惨的曲调 清霜 随风发 终缺 真陪毁 这个诗歌写得好 你把乐趣的声音都能够写得那么生动 那么美妙 真是难得 双 公双脚字语 古人是五个音 我们今天是七个音 到底没法说那些多 古代是五个音 公双脚字语 双 双曲呢 这个声调是比较轻悦的 比较轻悦的 那么清霜 所以用那个清字来 清霜随风发 中却真陪毁 他用双调唱出来的那个歌曲啊 他真是 真的演唱 一弹 这三弹 我们中国的诗歌 往往都是一唱三弹 一唱三弹 抗开有余 抗开什么意思 大家看看 这里我们又碰到了一个大家常见的 但是古今解释不同的一个词 抗开 今天我们的抗开是非常大方的意思 今天中午我们到店里去吃饭去 我的慧超 他抗开 但是两千多年前的抗开 不是这个意思 两千多年前的抗开 悲凉的意思 这个是悲凉的意思 基安师丰 我们今天说的抗开悲凉 实际上抗开和悲凉是同一词 悲凉 悲凉当然也不是很悲A的那种悲 他里面还带一种豪气 一弹 这三弹 抗开有余哀 为什么呢 齐良是为国牺牲的 他的妻子并没有感叹说她为国牺牲不对 但是她我的丈夫死了之后我也要自杀 我的灵魂跟她一起去 我的阴间陪伴着她 陪伴着她 也有股豪气在里面 北方的女子严股豪气在里面 不屑歌者苦 但说 知音戏 议论出来了 这四歌里面的议论出来了 不屑歌者苦 我不可惜 唱歌的人唱得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感双了懂音乐的人 知音的人实在太少 知音的人实在太少 愿为伤鸿虎愤痴起高飞 我们古人都感叹了知音难遇 知音难遇 这个知音难遇 开头写歌者的地点 中间写凄凉的歌声 最后写歌声所引起的听着的同情和悲哀 一个人唱歌 你能够听得出他歌声中的意味 那个就叫知音 知音难求 知音难求 我们每个同学都有很多的同学 是不是 但是你真正的好朋友 可能就那么两三个 可以讲知音 知心话的 就那么几个 有些可能就一辈子的朋友 就那么几个 知音难求 这是一首 这是一首感叹知音难求的诗歌 我写得很好 瘦江彩芙蓉 大家看看 瘦江彩芙蓉 瘦江彩芙蓉 是些游子思念故乡和亲人的诗 游子思念故乡和彩 和亲人的诗 瘦江彩芙蓉 然则多芳草 芙蓉就是荷花 我们西湖里荷花很多 荷花现在开了没有 谢了 开了还谢了 六月的时候 十里荷花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大家去看看 十里三丘桂枝 十里荷花 你在杭州你要体谅这个桂花的好处 体现这个荷花的好处 桂花好像快要开了 是不是 今天下雨天气多 它温度也太高了 它开得慢一点 大家去满居龙 闻闻桂花 到哲务院去闻闻桂花 则就是第一师子弟 第一师子弟 第一师子弟 就有南草的第一师子弟 才子于为谁所思最远道 问题是我这个荷花采了以后 这个荷花采了以后 送给谁呢 才子于为谁所思最远道 我采了以后 送给谁 这花送给谁 不好乱送的 是不是 不好乱送的 我们一个男同学 忽然送个花给女同学 女同学 可能在想你为什么要送给我花 是不是 我记得我们电视里放出来 哪个小区男孩子送花给女孩子 女孩子坚决不接受 这个代表爱情啊 你要知道 我接受了这花 我就要把这辈子给你了 看不看 是不是 花好看的 这辈子给你 我要好好的想一想 是不是 你忽然这道花满脸的幸福 多少 玫瑰要几朵的 999朵 还是99朵 我搞不清楚 一首歌好像在唱的 99朵玫瑰 999朵 买这样一个花要多少钱 要很多钱 很多钱 这不单是钱的问题 这不单是钱的问题 这还是另外一种含义这里面 所以这里面大家看看 彩子于为谁 我彩了这个花送给谁呢 大家想想看 所思最远道 我所思念的人呢 最远道 我们中国 从古到今都有 整香草及恩情的枫术习惯 鲜花 有时一朵玫瑰也可以 是不是 有些人是999朵玫瑰 有些人送99朵玫瑰 有些人送99朵玫瑰 有些人送9朵玫瑰 送一朵玫瑰也可以 现在街上有时候卖一朵玫瑰 拿一个东西装起来 是不是 也可以 是不是 这是中国人的习惯 中国人的习惯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当青年教师没钱的时候 我又是买了一朵玫瑰 还装得蛮好的 送给我爱人 我爱人也很高兴 我看他放了好长时间 可惜他心里还是蛮爱惜的 干人后来还没丢掉 此此才丢掉 所以我知道这个中国人 这个习惯还是蛮好的 外国也有 这个习惯也有 也有 环顾望旧下 长路慢好好 环顾望旧下 长路慢好好 一个男子出门 他在豆浆的时候 踩到了一个核花 踩到了芳草 他就在想 我这个核花 这个芳草送给谁 送给谁 送给家里的爱人 爱人在什么地方 在很远的地方 哪个方向 回顾头来看看 顾就是回头 顾 这个字 从文字学这个角度来讲 假如写成一种 项形字的话 就是一个人的回头 叫故 就是回头看看 我来的那个路 我已经离开家很长时间了 现在回家去 可能不可能啊 长路慢好好 长路慢好好 路太长了 路太长了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好好 是广大无际的样子 这里形容呢 路途悠长 遥远 同性而离居 幼双以终老 我们两个是同心的 同心的 但是现在分别了 我出来求官 你在家里带孩子 对吧 十五的月亮照着你也照着我 这个功劳有你的一半 也有我的一半 是不是 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中国人写月亮 写的特别多 特别多 这里面的诗歌写的是 踩了谁手 踩了杜江的时候 从杜船上 踩了一把佛花 踩了一把芳草 就想着我要送给我心中的爱人 这个感情啊 是非常纯真的 非常纯真的 但是 没有办法送到亲人手里 亲人手里 所以最后一句话 讲到了 人各一方 忧伤难窃 是不是也是说情的 这个情说的很好 同心日一句 忧伤已走劳 环顾望旧相 长路慢好好 是不是啊 谁子又为谁 所思在远道 你看一句一句下来 尽管它只有 短短的几十个字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一个 离家 游患的人 对家中妻子的思念 对妻子的一望情深 表现得很好 这个抒情书得很好 下面一首 我们下面再看看 这一首 《然然孤生状》 《然然孤生状》 《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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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然》也可以说是 这个派山 也可以说是大山 这个比喻也比喻得很好 一个比喻 男人是天 古人是女人是地 一个是男人是山 或者男人是树 女人是树上的堂 这个是古代的 也不是一种比喻 这里讲的 《孤圣座》 《孤圣座》 《孤圣座》呢 这个 这根就在泰山的下面 泰山是很饶稳的一座山 是不是 这家女孩子靠父母 出嫁了以后靠丈夫 这个丈夫是很靠得住的 这个丈夫是很靠得住的 《孤圣》 《孤圣座》 《孤圣座》 我跟你刚刚结婚 结婚之后呢 就像兔丝女娄一样的缠绕 比喻夫妻之间呢 一望情深 感情深厚 兔丝生有死 夫妇会有疑 兔丝 他生长是有时间的 那么 夫妇呢 也应该经常在一起 千里远结婚 又有个三匹 千里远结婚 又有个三匹 兔丝经常在一起 结识而生 那么夫妇呢 也应该经常在一起 但是我们两个系列 各了千里 各了三高路远 《三高路远》 四郡凌人扰 陷惧雷何词啊 想念你 我心中想念你 这个想念实在让人啊 老得很快 老得很快 那个车子呢 这个有屏障的那个车子 古代的四代夫以上 穿的官员穿的车子 那么丈夫呢在外面做官呢 他长久的不回来 回来的为什么那么词呢 为什么那么词呢 商必 惠兰花寒阴阳光灰 我感双啊 感双 感双那个惠兰 他到了秋天以后就要凋谢 秋天以后就要凋谢 寒阴阳光灰 阴就是花啊 阴就是花啊 阴就是花 过时而不才 江水秋草为 你 我们大家知道 一个女孩子的青春啊 时间也是有限的 你假如过时而不累的话 我可能就会老掉 老掉 江水秋草为 就像秋天的草一样枯萎掉 你为什么不承认我夏天 长得很茂盛的时候累呢 所以你出去做官啊 有得有失 是不是啊 做官当然是好事情 但是你跟我妻子长期的离别 这个也是不好的 这个女子写出了自己心里的忧伤之情 这两句讲的是 君就是你啊 她的丈夫 量 量 这高见 就是守就不移 守就不移 啊 守就不移 啊 我自从自愿了 我就不要自从自愿了 只要我的丈夫心里有我 在外面不乱菜野草野花 那我就在家里等你 我心里不要埋怨自己 所以这首诗呢 是写了什么呢 女子新婚以后 与丈夫久别的仇怨 啊 久别的仇怨 这首诗分前后两个部分 前半他追忆婚前以及新婚时候的情景 后半呢写思念亲人的情怀 啊 千里的情怀 是不是啊